歡迎收看耀財財經台 來到開市錦浪的環節 新的嘉賓是來自耀財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李慧嫻小姐 Hannah 你好 大家好 先看看亞太區股市的表現 東京日經指數升1.81%,9573點,升170點 而韓國首爾綜合指數升16點,1892點 而台北家權平均指數升104點,8211點 而內地股市方面也持續上升 上證指數方面,升幅輕微收窄 現在升27點,2889點,升幅0.96% 而滬深300指數方面也升超過1%,3250點,升32點 而深淵城市方面,升15點,12618點 看港股方面,期指數升109點,報23690點 高水率是225點 和Hannah不如繼續談談渣打工股的問題 渣打工股計劃以8股供一股為基帳 籌集是32.500億英鎊 大約是400億港元 發行價以每股1280便市 即前收市折讓是32.93% 而香港方面的發行價是156.82港元 我想問一下Hannah,她現在的公股 我想問第一件事,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有多少呢 其實資本充足率,即是一個資本除以風險加權資產 當你公股集資之後,其實資本會有所增加 令到整個資本充足比率 不論是核心資本充足比率 還是一級資本充足比率 都會有所上調 而看渣打的數據 其實最新一級資本充足比率 其實是去到13.2% 而核心資本充足比率是有11% 而公股之後,應該將兩者的資本充足比率 一同提升這個約莫2% 這就是可以符合到巴塞爾條約的要求 第二件事,想問一下 那些小股民會比較著緊一點 就是會不會影響到股息呢 其實是會的,會不理股息下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當你公股之後 其實你的股本會有所增加 看回渣打今次的公股計劃 其實高盛就是計算過了 當渣打公元股之後 它的股本會由現在的20.84億股 其實攤薄到23.44%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攤薄效應是有12.5% 當你股本增加的話 你每股的派息和每股盈利都會有所下降 但究竟這個是對股息實際上的影響 其實除了這個是股本之外 都要視乎管理層在公元股之後 它會不會增加派息 假若它增加派息的幅度 能夠彌補到股本的攤薄效應的話 其實對股本收取的每一手股息 其實未必會有太大影響 不過如果純粹假設派息不變 以及盈利不變的話 其實每股派息和每股盈利都會有所下降 你講一下管理層 我最喜歡這次的訪問裏面 他們的行政總裁洪披正在講話 以公股籌集資金 他就說情願早了和多了 亦都好過遲了和不夠 我們問Hannah 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都是的 尤其是現在市場上 都是預期 其實他們會為了迎合巴塞爾三條約 需要增加股本 但是沒有人猜到渣打的盈利水平 尤其是資本的充足比率 其實屬於同業來說是比較高的水平 但是都會這麼早急於去公股 但是其實市場上的想法 跟渣打管理層一樣 其實他今次公股 只不過是未與籌謀 而並非集團本身的財務狀況出現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市場上的看法都會比較樂觀 其實由昨天英國渣打的股價表現 到升收市 其實可以見到市場上 對整件事的看法是非常正面的 問一下Hannah 如果買了渣打的朋友 應不應該建議去公股 以及未買的朋友 又可否現在買入渣打 去做一個準備呢 其實就是看回 究竟投資者買不買入 這個是渣打公股 其實要視乎究竟他對渣打的前景 會不會有繼續一個樂觀的信心 他有一個樂觀的信心呢 其實看回渣打 其實他的業務 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 以至中東地區 在這樣的情況下 雖然歐美經濟其實持續下滑 對這個信貸需求其實有所下降 但未必會影響到渣打的業務 反而亞洲地區 以至中東地區的經濟持續增長 對這個信貸需求其實有所上升 在這樣的情況下 渣打的業務表現不會太差 而另一方面 由於亞洲地區的經濟其實持續增長 對這個信貸需求其實是持續增加的 對這個銀行業的移價能力其實有所上升 我估計今年亞洲區的息差 其實有這個擴富的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下 渣打的業務 首先就是生意做多了 而每一筆生意的賺取收入也會有所上升 所以其實它的前景是不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投資者跟我一樣看好渣打的前景的話 其實不妨買入渣打作為一個公股 畢竟這個折讓3.3%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折讓 可以作為一個低級的機會 渣打的本錢價開了出來 升2.2%是232元 升了5元 問Hannah 幾年前 匯豐方面也曾經出過公股的行為 問一下你 兩者比較的話 你會怎樣去分析 其實看回這次渣打的公股 和匯豐公股 兩者是性質有點不同的 首先當初匯豐公股 其實是為了填美國的匯庸 大不虧損的桿 正正因為它的公股 其實是為了一些負面的新聞 所以市場上其實不是太接受 而另一方面 渣打方面 今次的公股其實是未與稠迷 以及它公了股之後 其實更加有利業務發展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渣打公股其實是比較正面的新聞 但對比起之前的匯豐公股 其實是偏向負面的 看看匯豐公股 今天本錢的價格是82.45 升了6毫子上來 看看港股方面 恆指方面就升接近1% 是做23,685點 升了227點 而國企指數方面也升1.22% 是做13,463點 升162點 其指方面升近119點 23,78點 高水11點 那和Hannah 不如又問一下港股方面 有些甚麼看法 其實港股近期的升勢 其實一直都說了 是一個資金帶動的市況 一個資金市 究竟投資者比較難去估頂 但究竟我們怎樣去預測 究竟這個未來的市況是升定跌 我們主要看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資金 第二個就是信心 看回資金方面 市場衝勁 美國在11月3日 就會再推 這個是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基本上這個息率 其實是持續會低期 再加上這個貨幣供應 其實是非常之氾濫 在這樣的情況下 基本上 在香港港股 其實是不優惑沒有錢的 其實在近期的成交都看到 其實會有很多熱錢 是持續流入香港 所以是有錢的 而另一方面 就是究竟這些錢 究竟會不會去投入 這個股市推高指數呢 其實看回 現在近來的股市信心 其實是非常之強勁的 一方面就是 內地的經濟增長強勁 看回最新公佈的PMI數字 其實都已經在50或以上 另一方面就是出口雖然下跌 但是看回它那個消費方面的增長 其實都是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勢頭 看到其實背靠中國的香港 其實的中資企業 其實都是會有一個盈利 是持續上調的跡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亦都利好到整個股市的股值 是上漲 而投資者 入市的氣氛 都仍然是比較樂觀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錢亦都有信心的話 其實港股不股做得太差 好啊 要問一下Hannah 申報一下 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的 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我們雖然背靠祖國 看到內地方面 深圳城市已經倒跌 跌41點 12561點 護深300指數方面 升幅亦都收窄 現在升23點 3241點 而上陣指數方面 升20點 2882點 一會一會 稍後回來有發達廣場